捷運公安議題引發討論 台中捷運發生隨機砍人事件之後 大眾運輸安全防範 備受重視 各縣市捷運警察隊都加強巡邏 台中除了強化相關警力 各分局還有大隊 也都增派遠景支援 扶勤時數以及巡邏次數倍增 確保乘客安全 會少滑一點手機 會稍微注意一下四周 事隔一天心中還是滿滿恐懼 終結隨機傷人事件發生後 終結警隊上警發條 一早六點就上工 在車廂巡邏 就怕傷人意外再發生 不知道身邊哪時候會突然有人瘋了 就是當然一定是會多少會害怕 有看到警察 警察在那邊 當然會稍微就比較安心一點 遠景隨身配有手槍 電擊器辣椒水 攻擊事件發生之後 為了確保終結公安 捷運警察隊強化相關警力措施 小心再小心就怕模仿效應 捷運警察隊拉高巡邏密度 增加遠景扶勤時數 由每天10小時增加到12小時 並提升巡邏勤務 從6小時增加到8小時 每天可增加14班次 合計29到37班次 提升近一倍 另外台中市警察局也派遣各分局 及保四警力支援 讓每班列車都有遠景 隨車防護 我們現在的警力調整為 班班列車有遠景的 勤務方式在執行 警察局已經從各單位 保大 交大及各分局 調派警力支援 提高護車率 達百分之百 除了增加警力 也協同捷運公司保全人員 在站體守望 達到交叉巡邏 填補捷運站體與列車安全防護 讓市民安心搭乘 居民安心搭乘